大家好,欢迎收听卧槽喵政治 我是卧槽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槽的范 卧槽喵政治每个礼拜帮大家 喵一下台湾重要的政治议题 没错 今天要讲一个 挺严肃的问题 很严肃 发生什么事了,这个礼拜 你知道最近疫情 当然除了影响大家身体健康之外 其实也影响我们的经济蛮严重的 很多店家很多厂商其实都受到冲击 所以是要讲究大家要开始支持卧槽 纾困一下卧槽 纾困一下卧槽困境吗 目前还过得去 我们定期定额状况如何了 还行,但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不是要讲这个啦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因为像我的国外的一些朋友都说 他们公司可能就拆个10%的人 可能更惨是拆到50%的人 就是大家状况都挺不好的嘛 然后我也有看到新闻说 其实我们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也就是6月即将要进社会的毕业生 可能会面对一个很大的失业潮 因为找工作会变得很困难嘛 各家企业可能就节省资源什么什么的这样子 然后这就让我想到说 如果你本身是想要进到政治圈的工作 这样转会不会很硬 不会还可以还可以还行 就是你知道政治圈这个生态 有没有受到疫情影响 因为你有提到 因为你跟我们实习生 没有实习生 对没有实习生 因为我们实习生也是在念政治 他现在大师 他是不是就讲他自己的故事这样 因为大师毕业要缴跟政治相关的工作 其实通常大家第一个想到 会想到那个国会助理 因为国会助理是基本的嘛 因为国会助理是一个很常见的入门款嘛 我讲一个比喻啦 因为实习生常跟我讲话 我觉得他们也蛮辛苦的 因为我都听不懂 对他蛮辛苦 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大家都要当国会助理啊 因为我是媒体圈出生了嘛 所以我就会 好像听起来是辈分很高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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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至少我们是有很多的工作可以选择 就是当编辑当记者 或是当等等 就是项目很多 会有编辑有记者 然后又有计划等等的 可是好像他就说在政治全工作 你要做的就是国会助理 然后我就内心想说 他是一个产业 他应该不只有助理这件事情吧 应该是有一个什么公关啊 或什么形象规划师啊 形象规划师啊 对啊就是你知道 你要把外面 对对对对 是吗 就是他要打理他门面的人 应该算公关吧 形象公关 OK 就是对我来讲 我是说分工不是应该会很细吗 好啦我为什么从那么远 我重点就是问他说 为什么是国会助理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当国会助理有点像是大学生去 选课的时候一定要修的通事课 我觉得这个字讲我就蛮清楚了 真的假的 你通事课都不聊 因为其实立委助理真的就会碰到 你可以说碰到就是各种疑难杂症 你可能就当一两年就知道 就政治圈各种疑难杂症 你可能在那个位置上都会碰到 因为立委助理 因为立委是等于是 国家中央在监督行政机关 最重要的一个据点 那你要帮你的老板 就是你帮立委要准备各种 监督行政部门的事情 然后你一方面要跟你老板互动 然后你要跟国家中央的行政部门互动 同时你又要跟选区的选民互动 所以你会是那种 你会像就是这个三个力量的夹心饼 所以你会碰到各种各式各样的人 夹心饼干真的很辛苦 而且是三面的 还不是双面而已 所以夹在中间 所以应该说压力其实还 压力蛮大的 对 但是所以 而且待遇其实通常也不怎么高 先讲那个压力很大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提到上个月 四月 四月底的时候 有一个猝死的幸运 对啊 就有一个国会助理的发现 就好像就在办公室就倒了 然后发现已经死掉了 对 但不一定是过劳 但是不管是真的是生理上过劳 或是心理上 其实国会助理的工作压力是蛮大的 嗯 我觉得他们像你讲 他除了要面对就是我们第一线人 可能你有什么意见 你就会打到办公室去骂啊 或什么的 当然不会 立委不会是负责接电话的那个人 没错 一定是助理在接电话 还要安抚 啊这位先生 这位太太就是 就是说先安抚 所以各式各样的很多 因为像比如说之前 呃 去年像前一阵 去年那时候刚过的 就是那个时候很争议的 同婚 就同性婚姻的专法嘛 就那个时候其实各个 委员办公室都 接到非常非常多的电话 其实 其实不只是反对的 但也有支持的 支持人会打电话 就是加油啊 然后有些打电话 后来就是骂人 就直接骂 说你小孩 万一你小孩以后是同性的怎么办 对 类似这种就是 或是有些更不理性的骂法 所以他们也不能不接 然后接起来 然后怎么这次电话 会是支持还是反对 好紧张 我每天都好紧张 对 然后接起来 然后可能聊聊一两句 还发现原来这个是反对 好才 也不能直接挂别人电话嘛 毕竟是选民 所以还要想办法跟这些人 疏导他们的情绪 所以 you know 就是也很辛苦 变相的服务业 应该说就是服务业啦 因为他必须他要选民服务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讲到他们的工作形式内容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如果你真的想要在政治圈这个产业 好我们就讲政治圈是一个产业 对 好好的去发展的话 对 我觉得你在第一线去了解 人民的需求 无论他是负面或是正面的 嗯 其实也是蛮有助于他之后 对 要养成一个好的政治人物 什么政治工 呃 人民的公仆 广义的政治工作者 对对对对 一个很好的养成的过程 所以就是刚刚有点像是我们那个实义生说 为什么是一个通事课很重要 就是他都会碰到 而且像其实我们很多的像立法委员其实过去都是助理出身 像 嗯 可能大家不理解 像现在的那个 高嘉瑜现在 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 还是现在当立法院副委员长的蔡希昌 还有就是什么 不确定的 像什么郑韻彭啊 吴思寮啊 张亮 其实大概将近 林昌佐的前助理 对对 賴萍瑜之前当过Freddy的林昌佐的助理 所以 等于是那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 就像这个训练营党 你当国会助理本身就是一个当政治人物的前线 其实像现在很多的各县市的县市议员 也都当过那个国会助理 对那是一个很好训练的地方 好那我们来讲一些现实问题好了 就是当然我进到这个产业 我有很大的热情啊 我对于政治的事情 我有很大的 憧憬 想要去贡献这个社会 那实际上 当然梦想跟现实是有落差的 他的待遇是如何呢 哦讲到待遇就是要赏感情了 因为像 因为这个他们 立法委员助理的待遇 其实是 有那个 预算规定的 嗯 基本上预算呢是 每一个立委 他一个月 有四十二万四 你就不能讲 想要四十二万好了 有四十二万 可以去聘请 八到十四个国会助理 那你觉得一个月四十二万 听起来很多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去想他如果因为要拼八到十四个嘛 我们如果拼 呃十四 他上线十四个 你把四十二万除以十四个人 等于一个人只拿到三万块一个月 就是你想想 国会助理 国会助理就是 你可以想像是这个立委的幕僚人员 他要帮他们监督行政部门 帮忙写法案 帮忙就是 看那个行政部门的预算有哪里有问题 要帮忙做选拘服务 要帮忙监督行政部门 各种状况 如果这样的人一个月只领三万块 很低 对你不会觉得就是 就是天哪就是 原来就是在掌控监督我们这个 国家机器运作的这个幕后的这些人 竟然他的月薪只有三万块 你不会觉得很 很担心或很难 其实也是有点难过嘛 如果他真的很认真 可是你都没有把他喂饱 你怎么能 保证他写出来的东西是稳的 对对没有问题 你可以想到三万块你原请到的人 会是怎么样条件的人 或是反过来说如果很好条件的人 他一定坐在这个位置也坐不久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这个 这个他们的工作的状况 其实基本上是很 很很很复杂的 就很很很惨啦 就是他们其实很多都待不久 而且因为刚刚其实有提到说 像如果是媒体产业 他可能说你有 你是当记者 你是当编辑 你是当设计 那其实在国会助理里面 他们其实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类别 像常见可能比较常会代理法 就是像法案助理嘛 法案助理就是帮忙写法案啊 或是丁行政部门的预算 会表示我们一般想象的政治工作 但其实政治工作有很大很大的 一个重要的东西是 因为每一个政治人物 他必须都要 最后要向民意负责 所以他必须要有他的选区的 选区服务人员 那你想想看就是如果 因为有些选区 如果以台北市里面人口密度比较高嘛 这选区小小的 像有一些选区超大 比如说整个花莲县 哎呦 整个花莲县只有一个立委 你觉得他要设计一个服务处 每个服务处就算只有一个人好了 那可能就那个地方就放盘人了 就他等于他的国会 那服务品质会下降 对啊 他的地方的服务品质会下降 而且他在立法院的国会 也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么多人去监督 你前面讲的一个立委42万 是不管地府大小的吗 对 哎呦 不管你在花莲你在金门马祖 或是你在台北市 他是一个一个行政区 可能就一个立委这样子 两个行政区一个立委 就是都是固定的 那这样子很 我觉得这样没有去考量 就是当地的民情 来分配经费是有点不大 像有些立委的抗议 比如说那种 比如说很现实啊 比如说开会的时候 台北市的立委就很吃香啊 我选区叫隔壁啊 是我随时可以去帮忙 这个跟我选民见面 他住低岛的 住东部的 住屏东的 他们就可能就是 常常两头跑 搭高铁搭飞机 所以然后助理也是 助理也要快跑去的 对 那我想到一个题外话 就是我听说有某媒体的那个 花莲跟台东记者 可能就只有一个 然后他就要负责 台东最南跟台东最北的新闻 每天可能还岛这样之类的 所以你可以想到这样的工作品质 就会相对的差 对 所以像国会助理也是碰到这样的状况 就是 待遇不好 工作环境不好 然后 工作内容很杂 而且工时长 比如想看很多名义代表 他比如说 白天会在立法院要质询 下午晚上可能都会参加那种电视节目 那种争论节目 那争论节目也不讲 那个那些人去讲话 其实都会有谈话的谈餐 就是参考的一些资料要收集 那些都是助理要负责的 所以他们常常就也是要随时带一命准备 就是要 今天如果突发什么状况 晚上发生什么事情 尤其哪里有地震 哪里有天灾 哪里有车祸 或是发生凶杀案 然后现在因为有社群媒体 可能还要帮他们管板 当小编 当小编 如果记信或留言没回 可能还会被骂说 这个立委怎么嚣张 我投给你 你就会 你连回我留言都不要 那个压力真的很大 因为我觉得你在台面上看到 就是立委咨询 然后他好像都会发表很丰沛的言论 然后很了解议题 或是说他能针对很多的点 去发表他的想法 可是其实他背后有很多的时候 可能是后面有好几个助理 在帮他整理这些资料 他有点像是 当然立委也有辛苦的地方 可是他也是需要靠这些助理 非常用心准备的资讯 他才有办法有足够的 能耐吗 去面对就是他要资讯的 你看到立委在台上那个表现 是助理撑起来的 就是 我自己想要有点像这样 就是 其实立委有点像演员 因为要上那个台去质询官员 一定要是立委 但是剧本谁写 是助理写 所以当然就是要相辅相撑 你也许剧本写的好 但立委演的烂 但又可能反过来就是 其实剧本里里辣辣 但这个演员很会 就是他可以把一套很烂的剧本 演的就是 哇 好动人 好的演员跟好的剧本才会有好的 演出或是觉得就是一个好的表现 这两个都很重要 但其实常常有 像我们之前也有认识一些国会助理 他是跟我讲说 哎他们其实常常有种东西写准备 就准备说这个题目要质询官员 哇这个都找到啊 那个什么漏洞 他如果回答是什么 就从什么打下去就会开花 他就会很惨 这一定会上新闻 但是立委就不会你知道吗 就是立委就是问一问 然后对方呼嚨他 他就哦哦好 这样哦OK 就就撒住了就站住了 就不知道怎么去演下去那个反应 难怪那么多助理出来自己选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可能就说好 我就是呃 然后就可能就一样会看着那种直播 那个在词询和直播画面 在那边叹气 不是这个时候应该要问什么 然后就会 所以其实立委的表现和助理工作 当然很重要 但最后上台就只有立委 可是你看你前面讲那个助理工作 讲的那么辛苦 那会不会让现在可能在听 然后想要去政治圈工作的人 有点觉得哈那我还要再去当 我觉得这其实真的就像 我们那时候那个实习生讲 我觉得这个不管怎样 就是你还是 如果真的是 广义对政治工作的兴趣的话 这真的是一个 必修 必修的通事课 好啦 咬过去就你的了 就是你进去之后 你也许没有要这个地方待一辈子 但是你在那个地方可以碰 你就等于是 你可以某些程度 等于是你在国家机器的核心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你进去很多当国会助理 其实都是年轻人 都是可能20出头30岁的人 但是你可以想到就是 会来跟你谈事情 谈法案 谈预算的行政部门的人 他们关都非常非常大 他们可能都是那种50几岁的人 然后会到你办公室会叫你说 诶大哥 诶大姐 就是 所以那个感受其实是很 很很很很强烈 但有些人会因为这样就就走中 就可能觉得哇自己很了不起 但是我觉得那个地方是真的可以 很近距离的接触到政策 国家制定政策 呃 编列预算的核心 所以 然后会看到人生百态 所以那真的还是一个很值得 去体验的地方 我觉得另外一点是说 像我们时期生有跟我提到说 政治圈里面的工作机会 相对很多其他的工 职场形态是比较没有那么透明 嗯 他比较封闭 不是指黑箱啦 对封闭啦 是指说资讯上 你并不知道在哪一个办公室 他会缺人 这样子 所以 所以其实你如果 有这个机会的话 其实他对于你 之后再找相关的业务也是 相关的工作也是比较容易的 累积人脉 其实是累积人脉 因为你可以想到他这个工作是非常 需要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就是你老板他必须要 就那个立委 他要让你进去当他的助理的话 他必须要认识你 或是说你的 你必须要让他感到信任 所以 常常就是去 呃 也许是竞选的时候 就去当他的志工啊 当他的工读生啊 然后再被带进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 因为他们如果 没有没有足够信任的话 那其实这个 这个 你很难 相信他交给你的东西 我要上台去 执行去 让全国人民看见 然后我写一个怎么样的法案等等 所以那必须是要有很多 他不要认识你这个人 所以反过来讲 就是 通常 会在公开的地方 po 真国会助理讯息的 办公室呢 嘿嘿嘿 你就知道 嗯 那是不是很难找到的人 所以才必须要公开po呢 所以通常都是比较有 办公室比较个性的立委 所以然后才会需要公开 好啦 我帮我帮这些星星学子 就是来询问一下 如果他自己是想要到政治圈工作 但我们知道在政治圈工作的很多人 并不是所谓什么政治系的人出身 其实政治圈的工作也是他有趣的地方吧 就是你不同背景的人 你只要愿意帮人民做一些事情 其实都有能力跟都能够到这个领域工作 其实很重要的是沟通能力 哦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你必须要听得懂人话 因为就像刚刚讲 玄冰他们的意见是什么 然后你要把它听得懂 就是虽然听起来很无理 但他会觉得不舒服 哎 背后一定有什么原因 对你只要具备这样的能力 其实你都有机会可以到政治圈工作 好 那请问 请问 我挺张的 你现在都很怕说 我丢了一个问题 然后你就接不出来 对我就要咔 咔 导播咔掉 好 没有啦 我只要问说 好 我就是想要进这个圈子工作啊 可是我可能现在 现阶段我没有什么人脉 那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管道跟方式 可以让我至少说 刷一点存在感 或者认识人 这样子 其实像各个政党 或者立法他们的党团 的政治人物 其实常常都会办 尤其现在也快暑假了 他们都会办这种营队啊 像那种民进党啊 国民党啊 或时代力党 他们其实都会在 那种 也算是毕业季吧 或是过年前会都会有 这种学生放假的时候 会办应对 其实 那不一定 大家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去 尝试的去参加 我觉得 除了认识人 然后呢 有经历人脉之外 如果你真的想进入政府工作 我对你加入工作有帮助 我觉得其实也是很好的体验 就是真的去了解说 因为大家可能在 会关心我们卧槽的 都会 我们都会在上网批评实证嘛 政府做的哪里不好啊 这个立委做的很烂 但我觉得真的要去了解 不是说不了解就不能批评 但是你了解之后 再去批评或去评论的时候 其实会更知道 那个美感在哪里 或许他有他的困境 对 就是我们有时候批评的点 其实在外面看 其实是看不出来的 在里面说 原来有这样的原因 那如果我们要去要求监督 要求改善 那你才知道说 原来关键点在哪里 所以很值得去参加 你说是可以参加他们 各个政党 他们其实都有办 像是其实 很多立委办公室 他们一直以来 都有在争志工吧 应该有吧 糟糕我没有去关心 他们不在争志工 还是他只有选举的时候才会要成功 选举的时候那种志工 是非常非常的大量需求 对 国下的选举 还有段时间 其实因为这边是在讲国会助理嘛 对 但是其实你从各个县市议会的 议员助理 某些程度你可以想说 是更小规模的 国会助理的概念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尝试的机会 去从地方政治去了解 那个到底 国家机器是怎么运作的 好所以就 这两个方向给大家参考 有没有用啊 这两个方向 我不是 然后我觉得 但我就可以尝试啊 就是如果真的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 真的就是自己去试试看 其实甚至你就去丢 丢这些立委的脸书啊 或什么 那如果我就是 我超有 就是超热血 超热血 就是德思琴超重 好不好 你先放下一点德思琴 没有没有 我想要表达就是我企图性很强 对 然后我就开始每天看直播 嗯 然后我把 我超想要加入某立维的 嗯 呃的议员 然后我就 嗯 的阵影这样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都看他直播 嗯 然后我把他的 优缺点都写了下来 然后 然后 也不一定 就是说我很关心他关注的议题 嗯 然后我就帮他分析那些资料 嗯 然后觉得说你在讲什么时候 我觉得你可以再加一个什么东西 可以讲的更好 嗯嗯 就是这种毛税之间的方式 我不知道 因为你的毛税之间你要寄给他对不对 你知道他本人说 还是帮他写那个资料的助理的时候 那个助理就会看到 好这个人要教我工作 他就会拍一个提点的调好不好 你会觉得 他会给老板看说 诶 有一个人说我哪些地方做的不好 我觉得他写的不错 哈哈 他说所以你说我的工作做的不好吗 对啊对啊 这个有点危险 可是这不是很有企图性的表现啊 你可以试试看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下礼拜来看 不然你试试看 我们下礼拜就来看 你试试看好了 因为你有在看直播啊 因为你有在看直播啊 你可以写信给业玉兰 不要啦 不要 我怕他要用气炸锅炸东西给我吃 有点警察 想要他怎么用 不会我相信他 应该知道怎么用气炸锅 你这样害我不知道我有run down在哪里 诶 没关系 对 好我在想要讲另外一个点 嗯 就是前面我们提到说 呃我们有42万 呃就是说每个立委 有42万 42万的经费可以使用嘛 嗯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是 当立委他们每天到 国会殿堂去咨询 政府在呃 要求他们透明 要求他们透明政策 对 可是其实 他们的42万经费的使用 我们是查不到他是如何使用这笔经费的 对就是就是就是其实你不知道 他虽然有时候42万都花掉了 都拼了助理了 但他到底拼了谁 给他们真的有没有给他们钱 那他们分门的做什么事情 你不知道对不对 没错 自己的运作也有点不透明 确实现在的公开资料是找不到立委 到底是拼了哪些助理 然后做什么事 这其实我们之前沃草有写过一系列报导 这会出一些问题就是 像其实这样之前也曾常见 就是有人会拿着说 我是哪一个立委的助理啊 然后拿出来招摇状片 那你如果这事情没有公开透明的话 其实如果被那种被恐吓 或被招摇状片 你也不知道有办法去求证 那或是之后如果做了什么拍待机 然后被抓包 立委可以切割 说没有这个他自己硬 他自己私下拿我的名片 拿这个名片去招摇状片 他也可以切割 因为没有公开嘛 不知道嘛 然后而且就是待遇也不知道的话 其实之前也有多类似的状况是 那种命运代表 他就把助理费灌到 他自己亲朋好友头上 然后就是剩下比如说 你要42万 请发到14个助理嘛 他没有差 他就是反正我就一两三个助理 领三万在做事就好 其他我就灌到我哪个亲朋好友身上 他领20万 然后他就把那个钱洗出来这样子 也是有这样的事情 然后被抓包啊 所以现在就是因为相对的没有 然后公开这些弊病都还是存在 而且我们其实在报道中也有提到 两个国家的例子 哦对对 美国的国会的 经费是怎么使用 其实他们是全部透明 对对很公开 包含你买谁啊 就是你的什么车票 从哪里做到哪里 买什么用什么交通工具 任何办公室的花费 其实都透明的很恐怖 因为你不要忘了 他们被分到的那四十几万也是我们的税金 对啊就是纳税钱啊 就现在要缴税了 五月像 对要缴税了 你就知道这些钱 就是一滴一滴 从你人民的身上拿来 所以我觉得很合理啊 就是我们的钱怎么使用的 我现在在外部 我只能看到四十二万一包包给某立委 对 但是我不知道这四十二万是怎么分配一下 有没有真的被花在开花里 对 我们只能看到那个立委表现怎么样了 对 只能这样监督这一件 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看到一些表现很好的立委 看到一些表现很差的立委 但是他们的助理费就是 养这个办公室的幕僚费用 都是四十二万了 对 就不禁要怀疑说 这些立委到底 有些立委到底有没有在 有没有在真的请幕僚 有没有认真的 但是你看像美国 他们去把自己的经费 可以很明确的给人民看 至少说 你不要说大家会去查 可是我需要的时候我就查得到 对 而且你可以知道 这个人真的在这边做事 那日本呢 日本是怎么做的 日本的话 因为日本的性质 他们的国会处 要经过一定程度的公职考试 是哦 就要经过考试认证 不是选 也不是直接挑 对 像会有公社秘书 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有些日剧 其实有演到日本的国会 他们就那种第一公社的秘书 第二公社的秘书 他们是那种每个会 一样会期 就是每次开议的 会有出一个小手册 他那手册上面就会有 他们就是 政策秘书啊 公社秘书啊 就他们的名字 至少在他们的姓名上面 是公开透明的 所以至少要做到 我们想起来 至少要做到这个程度 在这边呼吁各立委公开自己 如何使用四十万经费 你觉得你会不会想 你觉得如果 如果今天有一个立委办公室 他公开他怎么花 他四十二万 你对他的印象是不是会 不一样 也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很残酷 就是 就是 因为这是一个 某些程度是一个 这个是共 共同的一个弊病 就是如果还有一个公开 就发现 你怎么给那么低 然后这样 他会有同侪压力是吧 对啊 他怎么给那么低 但其实他也许他就是唯一老实的 那个要其他人 其他人可能 乱公开你也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 但我觉得必须对那个人 的勇气要值得加分 对 因为就是你愿意做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很 就让人民看到啊 然后真的是公开透明 很公正的一个 对 反正你聘谁 那花多少钱 那就是 有人觉得高 有人觉得低 有人觉得刚好 没关系嘛 就让大家公平 而且你也有提到 如果这笔钱真的是不够的时候 基本上立委他们是不能 接受其他股东的莫款吧 就是他没办法直接 接受外面的人的钱去聘 那他们用什么方式 但实务上 你当然可以想象就是 我可以比如说 比如说卧槽 卧槽花五万一块 请一个人去 立委办公室 不要断章取义哦 我们没有这样进 他让人家剪这一段 某公司就是花钱 然后就是反正 就去立委办公室 帮他做他要做的事情 那这没有人知道 没关系 他明目放在别的公司下面 但实际上在帮他做事 有时候是 会用透过一些类似像这样的方法 去绕一圈去运作 那就看立委的本事啦 他有办法找到像这样的人 让他办公室幕僚团队更强 好啦 因为我想说 刚好这几天都会有关于 国会助理的新闻嘛 然后也等要找工作的学生 或是说第二春就业者 有吗 说不定哦 学者啊 而且我们之前 莫草也做过 蛮多这样的研究的报导 调查报导 对 那个相关的这些文章连结 我们都会放在这个什么 资讯栏吗 资讯栏下面 放在下面这边 然后大家有兴趣 可以关心一下 对 我们有访了快一百位的国会助理 真的喔 对 问卷调查 一百位 九十几位 不过听说当时 那个报导出去的成效好像 对不对 就小圈圈圈 圈内的国会助理们自己看了 就好可怜 对啊 那我们希望可以更多人 关注这些事情 对 因为其实你去关注这些 国会助理的权益 他们才是后面的那种灵魂任务 对啊 他们的状态好 他们其实就撑起国家 要极其运作的人之一 对 他们如果状态好 他们更可以支持他们的 立法委员做更好的 做该做的事情 对 当然人家给你很多钱 你会工作起来更有买力 热情可以燃烧 那个不一定 但是如果他没有给你钱 你工作一定就做不下去 对啊 好吧 那总之就是今天聊聊这个东西 然后希望 如果想知道更多讯息的话 可以到我们卧槽的官方网站 或是想知道更多资讯的话 我们有脸书 有IG 有Twitter 对 然后我们这个节目在 Podcast SoundOn 还有Spotify上面 都有播出 没错 欢迎订阅 对 听说我们上个礼拜有 MCNN 对 我本来只有在台湾地区 就是在 在台湾地区 我们的那个 那个观看支持我 MCNN 就哇 耶 你都跟那种 國外很厉害的媒体 对 我们这样赢他们 原来只是台湾 这样人家会觉得 我们得失心太重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如果你觉得 我们真的是 讲得很好啊 或是听到一些很有趣的内容 就是把它分享出去 然后我们非常乐意看到的留言 我没有看到一个留言说 我们收音的状况 对 忽大忽小 然后我就想说是我的问题 他一定在讲我 真的啦 我是不是会拉麦 就是 哈哈哈哈 就拉麦 像唱歌这样子 对 抱歉 刚刚那个大笑声 我们会把声音调小一点 照着大家困扰 不好意思 我们影音编辑真的很认真正在后续 没错 然后 如果对我们有什么指教的话 真的欢迎留言 对 私讯留言都可以 好啦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咯 如果喜欢我们内容 还要记得 定期定额支持 我们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哦 好 希望大家发大财 赚大钱 然后毕业都能找到好工作 没错没错 好 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 握草妙政治 拜拜